我請部長 請毛部長 喂好 部長好 部長我想先請教你一下 因為我昨天在報紙上看到這條新聞 就是民航局要在年底之前 調漲這個國內線的 沒有,局長出面否認啦 那個是媒體在那邊 在那邊隨便寫 我看到的是民航局的 副主長 沒有,局長出面 所以那個副主長講的不對的啦 我想可能他的引用 根本都不是一個事實啦 所以沒有調漲這件事情 對,局長昨天已經出面說明了 那,部長這個沒有調漲是短期還是長期 你覺得 我的了解局長就是講在今年底之前 不會有調漲這樣一件事情 部長,其實齁 我不是說這個 機票說一定不能夠漲 但是我覺得要漲之前有幾個邏輯 我們一定要先把它釐清啦 第一個邏輯就是說 以現在這個票價 如果我們以這個票價來計算 漲幅如果5到30%來講 以最高的30%來講 未來的票價 台北到金門的話是2886嘛 漲了30%之後 那,連價航空台北飛大阪是2780 所以變成台灣飛到金門 會比台灣飛到大阪還貴 那,我昨天看到的新聞是 民洋局的同仁出來講話說 因為油價很久沒有調了 所以 油價計算的這個公式過去是十幾塊 現在已經漲到二十幾塊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以油價的角度來講 為什麼人家別的航空公司 他飛到更遠的地方 他都可以價格比較便宜 所以這裡面可能有牽扯到我們 營運成本的控管的問題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不長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航權分配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將黃金航線搭配 國內的航線 所以我們其實這種搭法 我們本來給航空公司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預設 這個國內航線可能會虧一點錢 或者至少不賺錢 或者虧一點錢 但是我搭配一條黃金航線給你 以彌補你的虧損 其實我們有這個味道在啦 所以說如果 黃金航線給了他 那國內航線又要讓他可以獲利 我認為這個對消費者並不公平 對我們的政策上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扭曲 對不對部長 跟委員報告兩點 第一個 我們現在最近常常喜歡 把我們的飛機票價跟廉價航空來比 實際上我會說廉價航空這個市場 目前還是很不穩定的啦 我的了解就是韓國五家廉價航空 它中間有三家 大概已經快經營不下去了 所以這個票 它的票價是不是足以做參考 我想這個是要時間來觀察了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所謂這個國際航線搭配國內航線這個做法 這過去只是一個隱性的政策啦 我們並沒有說在票價計算的時候 就已經把它有精確的這樣來計算了 所以 所以像將來這一塊 我們是不是要說 所謂這個搭配政策 我們乾脆就把它變成一個顯性的 我在算國際票價 算國內票價的時候 我們就把兩個把它綁在一起來算 我想這個 這個我可以要民航局來研議啦 但是在目前是個隱性的做法啦 那所以呢 就是這個中間呢 就是說 它這個 國內目前我的了解 它應該是 很多地方不付成本啦 這可能也是事實啦 但是我們交通部跟民航局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會非常審慎啦 我想 我在委員面前 我可以做這樣 做這樣一個報告了 都會非常審慎 我不會 不會這個激進盲動啦 我其實並不反對說 將航線的分配 讓它更加透明 更加有制度 我不反對 但是我只是說 過去我們在航線分配的時候 我們有隱含的 所謂的 搭配啦 就是組合性的這種 這種分配方式 所以未來我覺得 機票要調漲 一定要在這個架構跟機制底下來做考慮啦 不應該只是純粹就 航空公司它的營運成本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這樣對 會設定當時所謂配套式的做法 這個會把當時的配套切割開來 那當然最後一點 我覺得考量還有一個 漲價還有一個就是時機啦 就部長你很清楚嘛 我們在討論高鐵票也好 討論其他這個交通大眾運輸工具的票價也好 我們其實都有衡量說 你現在這種狀況 如果我們沒有整體性的考慮 交易部漲學費 台電漲電費 中油漲油價 那如果一個政府沒有一個整體性的來考慮 只是大家站在個人本位的角度 我認為人民就會受不了啦 對我們都會很審慎 對所以部長 就是說一定要考量這個漲價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民航局會去想辦法把它調整 或交通部裡面要去討論 所謂票價的問題 但是我認為票價一定要在這個三個原則底下 我們都會非常審慎 第一個就是它的營運成本的控管 第二個就是這個配套 就是說它是當時航線的時候它是配套談的 第三個就是時機啦 好不好 這三個原則我覺得 是我想我們都會非常審慎 好部長另外就是說 這個我非常關心這個零團費的問題 那部長現在到底這個零團費 報紙上寫說這個看起來取消的時限 這個時間點已經浮現了 不要讓局長來說明 好來局長說一下 我們據了解零團費在台灣 沒有這個存在的這個條件 那我們有所謂低團費的條件嗎 我們目前的規定是60塊美金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是看那個自由型的市場 如果說自由型的市場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才會回歸這個市場期日來取消這個60塊美金 那目前 什麼叫做自由型要達到一個程度 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程度 就說 頂起碼自由型要超過這個大陸來台的50%以上 也就是說 自由型的人數必須要佔所有路客來台灣的50% 對對 這樣就是取消那個60的時機點 的一個時機 對 因為那個時候所有的這個價格都已經透明了 那局長 那就算達到50 為什麼要把這60取消掉 不取消這個60有什麼 對整個台灣的旅行產業有什麼不好的影響嗎 因為事實上60塊美金這個機制啊 這個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那很多旅行業界都覺得我們要這個 來這個遵照這個市場機制 不應該給予干預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將來這個哪一天這個取消60塊美金這個限制以後 我們對這個基本的這個接待品質我們還會繼續給予查核 包含住宿的安全衛生這個吃遊覽車等等我們都會嚴加查核 對 局長我個人覺得齁 這個取不取消60塊美金 我覺得跟自由行 當然我不反對他跟自由行 你要去把它做連結 我不反對 就是自由行的比例 我不反對 但我覺得 取不取消 這個60塊的下限 重點在於交通部對於來台灣旅遊者他們的旅遊品質的這個機查跟保證 也就是說很簡單嘛 比如說你現在交通局如果很認真的去查那些剝皮店 如果認真去查 剝皮店的價格一合理 就不會有零團費嘛 這個邏輯 局長你懂吧 是我了解 就是說如果我們很認真的去查 也就是說我們去做後端的一些限制 譬如說你的價格 明明這個是100塊你要跟他賣1000塊 你這中間的利頓就是要來填補那個零團費的價差嘛 所以當所謂一個國家有沒有對旅行社 對所謂觀光客進行剝皮的這個商業行為的時候 如果我們做到沒有 其實其實所謂的低團費跟零團費就不存在了 或者說我們對於旅行品質的要求 或者對於旅行客數 也就是說消費糾紛客數的重視 像這些所謂旅遊品質環境的改善 當我們做好這一塊之後 其實啊你有沒有取消60塊 它不會是重點 因為自然而然的 它就沒有所謂的暴力吧 低團費或零團費之所以能夠存在 完全取決於 這中間因為有購物上的暴力 因為有購物上的暴力才會供應這些旅行 旅客來吃跟住嘛 所以我覺得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恐怕會遠遠大過於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現在也要求平保協會一直在做這個貨價等值的一個查核 那事實上跟委員報告 其實啊這個大陸客來台灣 大部分會以這個購物佣金來抵團費啊 這是一個初步的一個現象 就好像我們這個國人早期出國 也大部分都是會去購物 但是現在很多國人到國外去 會選擇這個no shopping團 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也了解一個趨勢 配套包括剛剛你提到的 就自由行佔整個陸客的比例要50% 譬如說我們的這個對於整個相關品 這個旅遊環境品質的積合 相關的這些檢查或者等等 這些包括這個對於陸客來台灣 他的這個習慣的一些調查的改變 譬如說他們已經不再是以購物團為主 我覺得這些東西有配套措施完成之後 我們再來所謂取消這個60塊的這個下限 法委員我們完全贊成 而且我覺得這個品質跟安全是最大的一個原則 我覺得台灣不應該留下這個惡名 我想我們在很多這個在香港的經驗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嘛 那個網路上你是YouTube上面看都可以看得到 那個導遊在遊覽車上面痛罵那些觀光客說 來你們來都不買東西害我生活有多困難 痛罵那個畫面我想 電視上也播過 那我不想這個畫面變成在台灣的有一天出現 那出現到觀光局可能又要在質詢台上又要被罵得臭頭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我們可以 其他國家的經驗特別香港的經驗 因為香港大量的這種零團費的陸客 到了香港之後他們所面臨的待遇 這個對整個觀光產業來講這個是殺雞取軟 這個對觀光產業來講是很 像譬如說對導遊的保障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導遊跟呂英室有簽訂契約 他有這個最低的一個薪資 我們這個絕對這個禁止就是說 這個導遊這個以這個購物佣金來 來彌補這個工資的一個問題 對所以這個我覺得回客率 才是整個觀光產業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如果來過台灣的人對台灣的印象都很差 來過台灣的人覺得台灣是一個大型的八皮店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對台灣的國際形象 對我們未來的旅客來講都是傷害 我想我們不應該賺人家一次的錢 我們應該賺人家永遠的錢 所以回客率留下讓他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說類似像這種行為 如果不只是陸客啦 我想全世界其他的國家來到台灣 我們都希望不要給他有這樣的印象啦 所以我還是剛剛跟你提到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要取消一定要整體的配套 而這個配套我覺得光光局要審慎來做這個評估啦 事實上這個大陸目前已經開始有包裝這個no shopping這個團 我們希望能夠讓這個量能夠繼續來增加 那兩岸的這個在近期內會不會再有跟觀光產業有關的這種會談 或者是談判之類的 會 那這次裡面局長是不是可以特別針對台灣的旅行業者 所面臨包括這些基線債務的問題 能夠替他們發發聲音 事實上這個問題我們一直都在反應 就是說我們目前也一直在了解有沒有這個基線傳廢這個事情 如果說我們發生這個事就發現這個市政我們會跟大陸海旅會來反應 他們會來處理 我覺得我們因為這個觀光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啦 希望積極能夠為這些台灣旅行業者的權益跟他們的這些債權啦 來發發聲音啦 基本上基線團廢這個情侶現在是是越來越少了 OK所以局長這個因為兩岸不是不能完全用自由市場的角度來看待 我們是啦 但對岸不是啦 對岸從人數的控制到這個所謂組團社的這些能夠哪些人可以組團到台灣來 他都是政府一手在控制的 所以兩岸如果純粹用自由市場的角度來看待 這個對台灣來講會吃虧 而且對我們的觀光產業來講也會有不利的影響 因為我們是建築在這個政治的交易上面 並不是在建築在人民自由意志的所謂自由主義的這個商業行為裡面 那這些東西我想在兩岸的談判裡面我們都要特別去注意啦 所以我們一直也在規劃這個希望能夠有這個更多高端客群來到台灣來來旅遊 然後自由行這個部分我們也一直在在加強當中 好謝謝